地上奥巴马向来也不支持同性婚姻 在2004年参选联邦参议员 与2008年参选总统时 奥巴马都表明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但在2012年大选逼信前夕 奥巴马态度突然大转向 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支持同性婚姻的总统 罗姆尼当天也抓准机会公开表明 他认为婚姻应该限制在一男一女的结合 以英和保守派的支持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反对奥巴马对同性婚姻的支持 认为奥巴马在玩政治手段 实际上根据盖洛普最新民调 美国目前支持同性婚姻者略多于反对者 比率是50%对48%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